中风禅师三十系列里面 开示讲得很清楚 唯心净土 自信弥陀 弥陀就是我心 我心就是弥陀 净土就是此方 此方就是净土 全是自己善不善念头所变现的 这哪能怪人呢 我们现前人间的状态 我们是生活是好还是不好 全是自己业力现的 跟谁都没有关系 明白这个道理 这佛法不能不学 不学 你真的是迷惑颠倒 你一无所知 你生活在你妄想当中 那就很苦了 明白之后呢 我把妄想全放下了 我就自在了 善我统统放下了 好不好 也不错 你到无想天去了 出不了六大六回 这佛教给我们 我应该要断 不着断我的想 这一招厉害 善要修 不着修善的想 要学 佛菩萨硬化在世界 做而无足 无足而足 这佛菩萨这个心态啊 这是什么 这是自性里面的慈悲流露 为什么要断悟 为什么要修善 做给众生看 就像舞台表演一样 我是在教化众生的 可不断坐相 又坐相 你就堕落了 你就变成真的了 假戏真野了 所以佛菩萨住在这个世界 叫游戏神通嘛 那你假戏真野 那你已经堕到六道去了 你已经堕落了 不能堕落 就是 不着相 精干精上 所说的 断悟修善 天天断悟修善 无魔相 无人相 无众生相 无数的相 这是菩萨了 如果能够做到 无魔见 无人见 无众生见 无数的见 你是法身菩萨 那境界就高了 菩萨不着相 发生的念 发生的念头都没有 如如不动 他做的那么 比这表演的那么好 他做的那么 比这表演的那么好 随这个世界 无论从哪一方面 你去观察 去体会 都不可思议 佛法不可思议 事法也不可思议 事法跟佛法 不二 绝了就叫佛法 迷了就叫实法 迷五本 大臣经教 讲得很透彻 讲得很细致 我们应当细心去体会 要从真诚 恭敬里面 你是求得 这一点 在现前非常非常困难 就是现在 缺乏的 真诚的恭敬 即使诸佛菩萨 来给我们讲经教学 我们所得的都很于心 什么原因 应光大师讲得好 一分沉浸 得一分利益 十分沉浸 得十分利益 你有几分沉浸 你就得几分利益 你没有沉浸 你什么利益都得不到 你所得到的 听得很多 很厉害 勤奋地来学习 你所得到的全部是常识 现在的这个 这个好的名词叫佛修 你不是学佛 你跟佛菩萨不一样 不像 说佛要学得很像才行 真像个佛菩萨了 你学你说的不像 其心动念 还没有把自私之力放下 难了 真难了 但是 只要你能够齐而不学 你会有进步 开头 进步很慢 为什么呢 这个 这个关口 很不容易突破 突破之后 进步就快了 像几活上所说的 加速度 有问题 真的明白了吗 明白了 才真坑放下 明白什么 真正明白万法皆空 真正明白 一切法无所有 毕竟空不可得 你真的明白了 精干经上所讲 凡所有相皆是虚妄 包括时报专业图 只有 长济光是真的 因为长济光没有想 长济光是个离体 无处不在 无时不在 因为我们 见闻觉知 已经变成了 受想形式 所以 所以 见不到长济光 专时 成智 就见到了 见到长济光 就见信了 我们一般讲 见信 明信 见信 见信 那是真的 那是真的 那不是假的 下面 你 得见着看 阿瑟士王问 吴尼金 云何为吴 这吴尼 为什么 说吴呢 第一个 杀父 杀母 害阿罗汉 斗乱 深重 其卧翼 于如来 所 这是 阿瑟士王 问吴尼金 上 所说的 父母 有身养育之恩 这身体怎么拿来的 父母所生 父母所养你的 这个恩 跟天地相同 天高 地和我 那 人不能孝顺父母 杀害父母 这才得了吗 孝顺父母 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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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杀害父母 这是第一罪 第一个 大逆 比一堕 阿比特 现在没人想 很多为人子女 不知道 这个社会 不孝的人 多 孝顺的人 很少 往后呢 往后会更多 越来越多 为什么呢 我们想想 今天有几个人 在这个世界 不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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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德 这个孝子 先生 都是来报恩 的嘛 那 这次有孝顺 还债的 他供养你 物质供养很好 对你没有孝顺心 那是还债的 那个他不害你 但是他可能他瞧不起你 但是他会养你 那个抱怨的也很麻烦 抱怨的真的在杀害你 你跟他过去 你过去是杀他了 他今天要杀你 会越来越多 让我们想一想 现在许许多多 妇女堕胎 尤其是未婚的女孩子 就堕胎 堕胎什么 杀你的儿子 你的儿子会记恨的 他将来会杀你 你结婚再投胎 到你家做儿女 那他是 你过去被你杀掉的 现在又回来了 他会用什么手段对你 你很喜欢养他 养大之后 他就来问你逃命了 你说这还得了吗 这运运相报啊 没办法 怀运这个小孩子 如果是报恩的 你把他杀掉了 恩将仇报 这个恩变成仇了 他如果是来报怨的 你把他杀掉了 怨上加怨 这得了 不得了啊 他是讨债的 你再把他杀掉 不但欠的债 还欠的命 这个事情 讲不晚了 细心 冷静去观察 今天社会 为什么变成这个样子 你想想看 现在人 齐心动念想的是什么 说的是什么 造的是什么 你全明白了 我们一生 继遇 无非是 业感 我们过去造的业 现在所造的业 感到的国宝 与任何一个人 都没关系 完全是自主自首 今天你有父母 你能够进小道 不但你随分信得了 而且你的表现 会影响别人 那就是你的教化众生 自行化他了 给社会大众做好榜样 给社会大众 这里头有部分人 违背了信得的 让他看到 让他听到 慢慢感化他 帮助他觉悟 帮助他回头 无量无边的功德了 大臣经上 我们常常读到 师尊告诉我们 一切众生 本来是佛 这句话是真的 一点不加 在中国 我们的老祖宗告诉我们 人心本善 看三次经常一开头 人之处 人之处 心本善 跟佛讲的 是一个道理 人 是教得好的 身形 教出来的 佛菩萨 教出来的 在中国古代学会 我们在典籍里面看到 家教 父母教啊 尤其是母亲 长辈教 灵力相当 都教 都会给底下一代人做好 社会教 社会教 国家教 所以 圣贤君子 多 才由 大同之之 啊 黎韵大同篇里面所说的 不是理想啊 在中国实现过 啊 什么时候实现的 经书里面记载的 遥顺鱼 这三代啊 鱼 传为一个他的儿子 儿子是真真实信任 得到人民的拥护 人民的爱戴啊 行事所取 可是 往起之后 中国就变成家天下了 这不是语的意思 所以往起之后 在中国叫小康之志 三代 下上周 都是传个儿子 可是 他们对于集成人 那种教育 我们现在可以说是 达到 真正的圆满 培养 国家的 集成人 自己来培养 以前呢 以前是 放行 到外面去找 找先人 找圣贤人 圣贤人 不一定 不一定能找得到 啊 啊 往起之后的时候 开始 培养圣贤人 圣贤的 接班人 不是没有道理啊 啊 你要是完全讲 那是私心的话 这个有点是 侮辱别人 你不了解 啊 新人越来越少了 培养 啊 周家的 底级 这个点级 非常完备 啊 现在 司库里面 都收着有 啊 我们看看周朝 啊 他怎样培养 下一代 接班人 成为神仙 啊 武王死的时候 儿子 只有十岁 啊 有人说十三岁 也有人说十岁 三个老师 啊 少公 做太保 周公 做太父 江太公 做太子 这什么 这三个老师 啊 来教导 下面这个班子啊 主要是叫太子 当然太子 还有陪读 啊 那些这个 文武大臣里面 优秀的子弟 啊 找来陪读 就是下腿一个朝廷 底下一个朝廷 接班人 太保管什么呢 我们今天的 这个这个 说法 是管体育 啊 教你说 养生之道啊 啊 你的生活 起居啊 嗯 太保管这个 啊 太父呢 管得行 品德的修养 啊 教你这些 仁义道德 说五人五常 四位八德 他管的 啊 太父啊 啊 太师 教你学书 啊 精实 啊 治国平天下的 这些道理 方法 啊 啊 古人的这些精英 太实惯了 三个老师 三个老师之外 还有三个教练 老师教你 你是不是真干呢 哎 另外有些 有三个老师的时候 跟你生活在一起 要把老师教的通通做到 我叫他三个教练 这三个教练 名称 少保 少妇 少司 啊 这三个是 跟这个太子 生活在一起 啊 主要就是说 老师所教的东西 的时候 你是不是真做到了 啊 这样培养啊 啊 我们 古人所讲的 人的习信 尽诛者赤 尽默者黑 啊 让这个 小孩 啊 未成年的 将来的这个帝王 他所看到的 所听到的 所接触到的 全是正人君子 啊 所有一切不善 都不让他看见 啊 用这种方法 来培养 神仙君子 你看看 顾人的用心 我们不能不佩服啊 啊 国家 最有德行的人 最有学问的人 请他来做老师 啊 稍微年轻一点 也是有队行 有学问的 做少师啊 啊 跟他生活在一起啊 啊 帮助他了 要把老师所教的 啊 要讲清楚 讲明白 有疑问的时候 他们都来解释 啊 一定要做到 落实在日常生活 这 身影弦是 培养出来的 那么过家 过节的干部 是从家学里面 挑选出来的 那用什么方法 考试制度 啊 这个考试制度 在中国 要非常非常 旧言 啊 遥顺时候 就采取这个方法 啊 听其言 观其心 那不是随便 宣发的 啊 横戏心 横负责任 啊 在宣发 啊 到 汉武帝 这才正式制定的制度 啊 选拔的标准 两个字 笑脸 啊 孝情跟尊丝是 合在一起的 对父母能孝顺 对尊长能够敬重 啊 第二个条件就是 廉洁 不贪污 啊 你看用这个 笑 一定对国家敬重 对人民负责 啊 连不贪污 啊 这个制度 一直到满心 你看 改朝换代多少次 汉武帝 这个制度 没有人改变 那 都遵守啊 困境这是个好制度啊 非常可惜 到了民国 这个制度就废止了 就没有了 不再用这个 现在社会乱了 那么今天 整个世界都乱了 也有人来问我 怎么办 怎么救啊 如果消极的来说呢 那就是我们李老师的话 李比南老师说 他老人家是97岁往生 往生的前一天下午 跟身边的几个同学们说 世界乱了 佛菩萨神仙下凡都救不了 你们只有一条生路 念佛求生净土 这是李老师最后的一言 劝我们念佛求生净土 我说李老师说的一句话 是消极 正确 一点都不假 真实的制度 积极呢 断卧休闲 老师念佛 读自己 也读别人 一定要给社会大众 做最好的榜样 这个很重要啊 最好的榜样是什么呢 就是把五能 五常四维八德 做出来 从哪里下手呢 从弟子归 赶音片 十三叶 就能够把中国古神仙仙的教诲 啊 能长四维八德就做出来了 要征战了 啊 真正发这种心去做的人 这人是菩萨 在儒家讲 这个人是神仙 啊 从前读书 啊 励志 就是习圣 习贤 啊 我希望做圣人 希望做仙人 啊 读书 志在 圣贤了 啊 以后慢慢有变质了 变质 啊 读书志在 功名 富贵了 啊 这个在绿代 不少 啊 圣贤有 不多 世世代代 在中国都有圣贤 啊 但是大多数人呢 已经 把这个读书啊 为求求公民 啊 求求富贵的一种手段 啊 但是他们书念的不错 虽然用这个 求富贵 他他做的一些事情呢 还真的是 利过利民 啊 还算不错啊 啊 如果要倒聊 这些做官的人 只是搞自私自利 啊 不顾人民的 死和 这一个朝廷 就会亡苦 啊 改朝换代啊 都是这个原因 啊 末代的帝王 啊 末代的这些官吏 只知道自私自利 不知道 民间疾苦 啊 他就会被别人 去而代之了 啊 那么那些开国的帝王 他总希望 这个国家 能够永远地 集成下去 所以没有一个 不重视教育 啊 啊 那末代皇帝 我们也想到 一定是抱怨来的 啊 一定是 是讨债来的 那肯定的 这从因果上讲 你才能看得清楚 所以人做人 心不能不证了 因心不能不证了 啊 大神 真正的大神 我们看 中国外国 他们一生 几乎都是从事于 真正的身先事业 教学 孔孟教学 释迦牟尼佛教学 摩西耶稣教学 而且是义务的教学 所以教学 古今中外 都认为这是神圣的事业 这不是普通的行业 神圣的事业 教学的人 一生 物质生活 一定非常清淡 因为 他不从事于 盈利事业 那股社会教学 没有收集费的 老师生活怎么办呢 学生 家长 供养 没有限制的 富贵人家的子弟 逢年过今 多送一点礼物 给老师 家庭清寒 很清苦的 小孩多数 做得很好 很用功的 甚至 老师还要帮助 学生 家庭受苦 所以中国自古以来 老师虽然很清寒 要穷秀才 但是 在社会上 是非常受人尊敬 换句话说 他有精神生活 物质生活 很贫乏 精神生活 那是很 丰盛的 社会大众的 赞叹 尊重 在第二个行业呢 就是医生 这两个行业 在古时候 是社会大众尊重 医生治病 救人 也是不要钱的 那医药费花了多少 病治好了 再说 治病期间 决定不说医药费 救人 低了 所以这年中人 在中国社会 是备受 真宠的 就是一个是教书的 一个是医生 现在都不行了 变质了 现在教书的 听说 老师上课的时候 教的那个课程 教一半 另外一半呢 要上他的补习班 要教费 这个教育变成商人 老师变成商人 医生呢 也要谈价钱 不给钱 不治病 也都商人 从前有四农工商 现在全部都变成商人 社会也变了 整个地球 是个商业化的地球 无论什么人 都在经商 无论哪一行 都是商业 商 人之彼增 这是利 孟子就说得很好 你看孟子 见梁慧王 给梁慧王提到 他说了一句 名言 上下交真利 其国为一 你这个国家 从上到下 通通都真利 这还得了吗 这个国家 就到 唯一王的时候 怎么就呢 回过头来 行人 行义 那就是 要把教育 摆在地上 这个教育 是人体的教育 道德的教育 英国的教育 那么就用 中国人所讲的 宗教的教育 中国自古以来 宗教就是三家了 如是到三家了 宗教这两个字 怎么讲法 要搞清楚 宗的意思很多 最重要的 三个意思 主要的 重要的 尊重的 啊 于 啊 这个教 教实 教育 教学 教化 啊 宗教连起来 那就是 那就是 主要的教育 重要的教训 尊重的 尊重的教化 中国 古圣先贤 所说的 宗教啊 啊 宗教是教育 不是迷信 啊 啊 如是到 在中国传承上 也成为三家 也成为三教 啊 所以三教就留 啊 他是教育 他是修派 啊 可是现在呢 现在也变质了 这都是很不正常的 现象了 啊 那么就要 帮助 今天这个社会 英国 汤恩比博士 他所说的是 积极的 我们李老师 讲的小姐 啊 汤恩比博士说 解决 二十一世纪 社会问题 对 大动乱了 需要 孔孟修书 跟大乘佛法 都是中国的 啊 孔孟修书是什么呢 大乘佛法 是什么呢 他没说 所以别人 听他这个话 也就不在意了 也就不在意了 啊 一般人提到 孔孟修书 你就会想到 四书 五经 十三经 提到大乘佛法 你会想到 华颜 薄弱 发华 这些大经大乱 啊 这个东西 有不少人看 啊 能就得了 现在的社会吗 你看这些东西 觉得太多 太砸 从哪里下手啊 啊 所以我们从如是道的三个 跟一下手 跟是火的 啊 一提起大家所想的 那都是如是道的花果 很好看 他从哪来的 他有根 他从根生的 那如的根 递之鬼 道的根 感应品 佛的根 十三月道 没人想过 提起来 哎呀 那是教小孩的 那东西管用吗 我们提倡 也有人怀疑 怀疑的很多 大家对 中国传统话 丧失信心 这才是真正危急 那要让这些人相信 没有别的办法 只有做出来给他看 做试验 给他看 所以我们在 汤匙小镇 做了三年试验 是联合过 比出来的 那也很好 为什么呢 不这么做的话 我们自己讲的时候 还是有点怀疑 行吗 信心里的 还是不免得怀疑 这一试验呢 这信心就肯定了 一点疑惑都没有了 真心 可是 还是要把如根 佛 宗刚 照出来呀 问题就是 我们 如是存的什么心 佛是存的什么心 这个重要 那 空梦修说 是什么 儒家典籍里面说 空月成人 梦月取义 仁义 两个字 代表如假 人的爱人 就是情爱 义的寻礼 就是讲道理 人可不能不讲道理 或情 或礼 或罚 就叫义 秦礼 罚的标准 都要用 我们传统的 信德 也就是说 我们讲标准的话 把它汇 汇集起来 十二个字 孝体忠信 离义廉迟 仍爱和平 这十二个字 是标准 人意的 意的标准 一讲道理 跟这个相应的 就对了 跟这个不相应的 那就是此地讲的 违逆 你违背了道义 论语上 父子说的 学生说的 父子之道 无他了 忠述而已 我们就提了忠述 忠实 忠实真心 你看那个字的 你看那个字的形象 那是智慧 惠意的字 心 心是中 摆在中 不拼 不洗 这叫忠啊 忠心是真心 我们反复心 偏了 邪了 偏了 是四身发戒 邪了 是六道轮回 邪比偏还严重啊 不偏不邪 舍报 专严图 四身也为 发生大事 那是忠啊 术是什么 联名一切众生 特别是今天的社会 我们 前一百年 我是看 曾国藩先生的 这些著作 从他那个年代算起 他那个时代 是慈禧太后之阵 问题已经重生了 已经出现了 也就是我们中国人所说的 君不君 臣不臣 父不父 子不子 他就深深有这种感受 我们伦理道德的时候 有名无始了 这前一百年 收获了 后一百年 满清亡了之后 到今天 那不是收获了 不要了 把他抛弃掉了 那 两百年了 造成今天社会的结果 这国报呈现出来啊 今天这问题多严重 所以 我一腻的 这个罪悟 太普遍了 那怎么办呢 要饶恕他 别追究了 为什么 没人教他嘛 我们这部金山讲的好 佛说的好 欣然无知 不识道德 无有余的 书无怪也 这就是书啊 不要再追究了 怎么样 救他呢 从今天起 我们来把 伦理道德 因苦 跟宗教教育 恢复起来 大家一起来 去 既往 不管犯什么罪过 一概不救了 用忠书 你才能救得了这个社会 大家一起来 学了你的道德 除这个办法之外 没有第二个办法 大臣 存的是什么心 真诚慈悲 真诚就是忠的意思 慈悲就是数的意思 这是我解读 汤恩比波斯的话 中国 孔孟学手 跟大臣活法 能救全世界 这真的 不是假的 但是要真正 推动 这种教育 必须要建立一个示范点 能够有一个县 这个县 做一个特区 传统文化特区 做这么一个实验点 在这个里头做 就像周家一样 培养帝王 这里头有太师 太富 太保 有少师 少妇 少保 搞一个县 来做实验 有老师 有教练 帮助这个 做出一个典型 把它通通落实 做出来 让大家来看看 好不好 好 我们都这样学法 好不好 再推广 那么用现在的 这个 搞科技 这些卫星 电视 来宣扬 不便宣扬 让全世界都能看到 全世界的人 都会到这个地方 参观 来学习 来考察 来学习 慢慢的说 就会影响到整个世界 如果没有这些 这个电视网络 这些工具的话 那就是没办法 一点办法都没有了 现在 幸亏有这种发明 要搞一个示范的一个点 一个小县 县市的话的时候 把这个小县市 24小时 人民的生活 给人的教训 他们的活动 播出去 让全世界都看到 未尝不是一个好方法 那么现在 我们也得到一部好书 唐太宗变的 争观知智 怎么样成就的 就靠这一本书 叫群书之遥 我们现在第一版 想印一万套 印一万套 来帮助 我们自己国家 也帮助全世界 我们一起来学习 这里的学习 很详细的 中国列代 古生献献 他们怎样 知家 怎样修身 怎样知家 怎样知古 怎样叫天下 得到公平 这个平天下 是叫天下 都得到公平 我们现在讲的 平等对待 活目相处 就是中国人 古人 平天下的 这个理念 平等对待 活目相处 今天呢 时间到了 我们就 讲到此地 啊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